做花灯创千万营收 寿星人巧手靠苦学 这么漂亮的花灯 颜色艳丽 造型生动 仔细看 这个花灯制作地点 有点特别 原来这里是掌画监狱 今年他们所制作的一马当千花灯 多像南投台湾灯会机关团兵组会优价 而这些色彩缤纷又充满同趣的花灯 都是出资寿星人的手艺 一年去抢劫赌场 被派行27年的阿虎 四年前才开始学做花灯 就做出好成绩 而且没有学过 对啊 你学花灯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兴趣 在外面根本没有学到一技之长 然后刚好有兴趣来这里学花灯 绘画 刚才有分析电脑绘绘 阿虎不单曾获得苗栗灯会特优奖的成绩 还帮助预防在去年 创下营业额一千万元的营收 每次来看我的时候 然后就眼泪 眼泪就一直掉下来 就感觉很心酸 我家里都跟他说我改变了 不是我以前的我 高中没毕业的阿虎 以前整天流手好险 现在一生的好手艺 都是靠苦学 如果别拒绝 在这一半年 在他 强迫自己一直 强迫自己在我 而另外一个受刑人阿虎 也是在狱中当花灯学徒 才发现自己竟年有潜力 来这边学了差不多三四个月以后 就有那个兴趣 我第一个作品就是做梁头 所以当我把梁头拗起来 所以说一支机子而已 你怎么知道就变化这么多 看来你的生命 自己感觉如何 做成就感 路感不是有办理是彰化灯会吗 他有个千里龙人 他做九条龙 我们这边包了四条 家里 哪里下来我就会给他 没什么家里值得骄傲 但是他这里有一个很骗子 说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也是向自己挑战 因为你好不容易说 可以摸到一个东西 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动新闻到此回头报导